我也問他 珍惜他意見 要不要告訴楊佳 楊佳跟其他人你都不要告訴 那麼在9月5號 他們就通過上海市司法局 委託了司法部 司法科學技術鑑定研究中心 研究所 給楊佳做精神病鑑定 今天問他 我說 那天跟你做司法鑑定 做個精神病鑑定嗎 我問他做了多長時間 他說談了兩三個小時吧 談了兩三個小時 談了兩三小時 然後我說你知道他們 是來給你鑑定的嗎 他說 我不太清楚 他說三個年紀比較大 我問了 你們是市局的 他們都不知可否 跟我談 然後就說 我說那麼他 問了你些什麼問題呢 他說跟我聊聊家庭 然後問問 說你對共產黨 到底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看 說我對共產黨 根據我自己的社會經驗和社會經驗 我覺得他這個管理水平太差 根據司法鑑定 楊佳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 7月7號上午 警方已涉嫌故意殺人罪 提醒警察機關 正式將去逮捕 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在刑判 承稅 嚴重違法 也是惡性 辯護律師 大眾這個問題 是男子這個案件 發揮重醒的一個關鍵問題 就是楊佳的經刑病鑑定 這番鑑定 我認為這是無效的鑑定 為什麼說到無效 是他沒有司法鑑定的主體制格 刑事是無法有規定 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 經刑病鑑定 必須由審計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 你這樣程序上走 第一很容易被否定 第二 好我再找一下做出來 還是沒有 那你有自知的 你接受不接受呢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機關 不得涉裂司法鑑定機構 而司法部 司法鑑定科學技術研究所 是隸屬於國家司法部的 它是國家司法部下手的一個事業單位 人家現在二審拿出的證據 證明自己是有知識的 你說人家是司法部 人家那個司法部的那個 那個已經解散了 現在人家那個根本沒有這個部 我在網上想辦法查到了這個標準 那麼我根據這個標準的描述 我覺得它有經驗病 如果他真的沒有精神病 把它鑑定是精神病 他也是不滿意的 我們也是不滿意的 對 這也是對那七個警察的不公正 對 既然是公正對誰都是一樣 對 不一定說精神病人就是 都是沒有刑事責任的 因為刑法來講的 沒刑事責任是這樣 不能辯認或者不能控制 他是能辯認 對不對 可能也有一定的控制 但問題是他是基於什麼心態 就是說我們說犯罪總是有動機 偏執是肯定能夠斷定額了 但是偏執是這種東西 不能說是神經病 但是他就是說精神病的一種 其中的一種 但是你不能說他是精神病 對 但是這個偏執這個是要判死刑的 那楊佳就是說 對自己人格增淫的完美 完美啊 追求特別完美 特別完美主義者 有一點到了偏執的地步 也是 發生了一個原因 因為他對任何事情就特別認真 特別要追求 特別是他的人格完美 他要追求特別完美 那麼有的時候不要太完美 可能這事情就 就好一點是不是 那麼你追求特意的太完美的話 什麼事情都不能太軟 如果要完美的話 肯定就不完美了 老爺 你們都不能用 然後要到某個事 2008年8月26日13點 C101法庭公开审理 杨家故意杀人案 审判长王志刚 我以为都可以进来 我今天还带身份证来了 现在是五点多了吧 五点多 快六点多 四个多小时 六点半 五六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你说明这么长 肯定杨家要说什么 辩护律师要提出什么 公诉人要怎么说 儿子在回乡辩论嘛 这么大楼他妈就为了一个宣泛 起这么大高的楼 这里面肯定有人睡觉吧 可能这么高的楼全是配用房 对不对 你知道多少房间吗里面 哇天哪 你知道他这个盖高楼的钱 不是全是我们的吗 那妈呢是不是 自己交一下哪里交一下 你瞎说好了 现在说说没问题啊 过去他妈抓起来想坐牢 过去就抓就坐好 你过去你小啊 你最初小你不知道 过去还是这样子啊 文化大革命 你这样说 很疼着就把你抓起来了 能把我坐牢 能把我判刑 不可能的现在 是不是 现在我有国家保护的 那给你戴点帽子可以用吗 什么 我现在有国家保护的 上个套子 不是 我现在是受国家保护的一栋栋 保护栋大熊猫 不是大熊猫 这是你生亚来 从生亚来那里一秒钟开始 就开始跟你计时 你这个人已经被国家保护了 没有人进发你 对啊 没有人进发你 对不对 就警察就怎么样 就江泽民也怎么样 这是国家的条例 他不敢为敢 江泽民也进发你的话 你怎么办 那我也没办法呀 没办法 对啊 这就完蛋了 对啊 我也没办法了 我到阿里去告他 他是最大 是不是呢 帮助者肯定会这样说 为什么他杀警察 对不对 肯定会这样说 为什么他杀 就是两个焦点 第一 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对吧 对 什么理由 大家关心这个 顺你所说的 对啊 你作为人民警察 你公安局啊 你被杀了一个又一个 你这个自己保护意识没有 上次你不知道 在中南梅路那边 直把队的 把人家 比如说人家在地上 摆天看到对吧 他牵着人家把东西拿进去 人家已经拿了 然后黑毛缝完了 直接把东西抢了 抢了之后 人家又跟他闹 闹了他妈 他就打人家 你爱打他 你知道多老人吗 起码有100多个人 在爱叫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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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死他 就叫 有的男的 他根本就吃不相思 啪上去 打死他 打他就跑 打死他 打死胃 打死他 打死他 USSR 等等 剛剛 刚刚只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还是这样 前天杨家那个袭警案的时间是 一点到七点半吧 然后说的是公审是吧 对 但公审就是有没有这个老百姓拿到票呢 进去的票呢 听证的票 有很少 很少是多少 对 这我不清楚 因为他们都不从我们这边 杨家二肯定不在我这边的 全部都是从大门进去 但是拿票是从这个地方拿了吧 都不在这边 听证票也不是从那里 是从哪个部门拿的票呢 他都从南门港 南门港 就是正大门 我知道但正大门那边没有不发票的呀 应该是这边来发的票 对 那杨家二它是全部是预计的 全部是里面同意的 是里面同意的 就等于说这个票也是内部发的是吧 全部是出案局 也就在今年7月17号吧 解法院向法院提起洗漱以后 我一致的关注他那个网站 因为他那个网 他那个官方网上有一个黑厅信息排期 就是说每一天会公布后三天 有哪些案件要黑厅 那我一直判断到8月20号这天 我是8月20号 8月21号那天 我就发现了 黑厅排行里面 已经没有任何案件的公布了 当时我以为他的网站 是不是出了一点那个问题故障 就是这个栏目的故障 没有 那么我后面我每天都照样登录 也一直没有 那么知道杨文家的案子 8月26号开厅的前一天 8月25号有人告诉我 杨文家的案子是8月26号开厅 也就是第二天 那时候他的网站还是没有消息 那么8月26号开门厅以后 到8月27号 他那个网站开厅排期的信息 又重新排期了 从这一点也能够看出来 他之所以不管在网上 公布那个案件的肯定排期 他肯定是不想 让更多的你知道那个消息 让更多的人去旁听 或者让美女采访 就是说你现在只能查到9月2号了 但是肯定是从现在到9月2号 不会有审理 有 这我就是说现在不能肯定 他们的临时改的 像上次就是临时改的 网站本来没有了 他一下子临时改的 我们在听的时候我还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临时的 就有改动呢 这我不清楚 这上面也不清楚 不是我 那个人 我什么自备人 你知道吗 不像社会公开指向 受害一方也 公开机干这样公开的话 我想不是咱们 立法本意上的公开心理 杨家杀了6人 肯定他要顶命 我们国家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现在是走的道路 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是吧 没有什么可以惊恐的 是吧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家都怕 人民嘛 对 人民养护了我们 对 我们应该是保护人民 对 要爱护人民 不要把人民都当敌人 你连这些勇气都没有 你还能做什么证 把老百姓都当敌人 你修化了 杨家事件 对杨家的不公 就是对中国人民的不公 对啊 对全体公民的不公 他是怎么见到法律的 现在还是跟杨家的母亲到哪里去了 对 对不对 那么千难得 五个迷啊 千古之迷啊 现在是跟那个 那么 就认为她母亲失踪了 但是那个 辩护律师怎么样 至于给她母亲 也要是签订 那个 签订过一个协议 她知道她母亲失踪的事情吗 她母亲失踪的事情 我没有 因为她母亲告诉我 就是说 这个事情 叫我 不能跟她说 所以她母亲关照我的事情 我肯定 不能违背她母亲的意愿 他有问他关于母亲的事 你就说他母亲很好 也是在 没多说 但是他这个人是很敬明的 你看母亲怎么样 我说还可以 但是他是很敬的一个人 你别看他 杨家他是很敬的 我看了有些人的说法 你是怎么怎么的 好像是怎么怎么的 他母亲不愿意签那个 不愿意签那个 那个委托书 他们不知道 但是您又不站出来说 那没办法呀 法院认为 被告人杨家故意杀人 政治确凿充分 罪行极其严重 社会危害极大 而且没有法律规定的 重新处罢期间 上午11点 法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杨家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